动感十足的花式跳绳,轻盈曼妙的舞蹈,刚进有力的武术表演,7月1日晚, 月洞大湾区,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2周年晚会在香港体育馆举行,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何静,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赵建凯,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副司令员田永江,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等嘉宾丽临主理,并为晚会揭幕。 晚会一开场,香港歌手李克勤的一首《红日》将气氛带入高潮,台下掌声雷动。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女兵们带来了精彩的集体舞表演《青春邂逅迷彩》, 节目由真实故事编排,表现了香港青少年在驻军组织的下令营活动中, 经受严格军事生活历练,感悟到了驻军官兵的优良作风。 当晚,来自粤港大湾区城市深圳江门的表演团体已带来了精彩绝伦的表演。 由江门市青少年儿童带来的舞蹈《合雀花开》《舞步灵动曼妙》, 透着孩子们的昂扬活泼,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。 时时许,晚会在众星带来的一曲《共同家园》中圆满落下帷幕。 不少观众表示,看完整场晚会后深觉感动, 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感到骄傲,也希望香港的明天会更好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